陆寒和关小彤的恋情似乎有了新的发展 因为网友们在街头偶遇了关小彤妹子 偶遇明星并不稀奇 稀奇的是 小彤妹子可是从一家婚纱店里走出来的有 会不会是好事将近 关小彤当天身穿黑色长款羽绒服 搭配蓝色牛仔裤和小白鞋 脚踝外露 看起来都很冷 也难怪她被动到失去气质 双手揣在一起取暖了 多么接地气的北京大妞样 逛个街都是卡卡的 不过她突然出现在婚纱店门口 还是令大多网友想入非非的有 去年的时候 两人刚公布恋情不久 就有网友在珠宝店撞到陆寒在挑戒指 大家怀疑她买戒指是求婚用的 事后不久 也确实在关小彤手上发现多了一枚戒指 如今又是看到关小彤逛婚纱店 这想不让人多想都难养 关小彤从婚纱店走出之后 也并没有多做任何停留 迅速地上车走人了 两人自打公布恋情之后 就一直很是低调 先少秀恩爱 但进展速度之快 却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 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二人已经有了多件情侣单品 还已经相恋良久 又是在我们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关小彤又逛起了婚纱店 这是要在新的一年 励志嫁给陆寒的节奏吗